那時候還想 有個夢就是想生小孩 我現在後來不行 太累了 你根本沒有辦法去 好好的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現在就是順其自然 然後也不想圓這個夢了 54歲林美秀 宣布放棄做人 健康出狀況 終身無法康復 目標到了 我們一直在那邊吹 那個是烘灰燒你知道 好感動喔 林美秀和吳淡如 20號出席活動 還特地為代言 拍了特務廣告 是說美秀姐演過娘娘 演過婆婆 就是還沒演過飄飄呢 我想鬼看到我都會害怕吧 為什麼 因為你要想 如果我真的很想 我一直很想希望有一個 就開心鬼 可是重點你想想看 那個如果真的道具的話 我把它放在那個拖車 很多人要拖很累耶 而且鬼如果要飛的話 很多人要拉也很累耶 對 但是我還滿有興趣的 為什麼大家都沒有到那邊進去 我想大家應該都覺得 我是喜劇演員吧 或者是悲劇演員 還有一個就是 因為我之前有說過要休息 但沒有休息那麼久啦 是可以出來的啦 其實那時候有 因為剛好那時候也想要養生子 但是如果年輕一點的話 那時候還想有個夢就是 想生小孩 我現在後來不行 太累了 你根本沒有辦法去 好好的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現在就是順其自然 然後也不想圓這個夢了 但是我還是可以出來演戲的啦 每個人照片子都會不一樣喔 給這個醫生看 這個醫生說 還好 再另外一個醫生 還好沒什麼事情 到第三個醫生我去看他就說 你急追滑脫了耶 我一直在找這個問題 三四年前 我從床上掉下來 我床差不多有這麼高耶 我從床上掉下來 我是做夢 然後我整個就這樣 我現在聽到以後 人呢 然後我就我在這裡 我在想那次 應該是有斷掉 然後手是拖去 不是 我一直以為是 我以前跳舞的時候 好像是做前橋吧 然後有 就是有點骨折 後來才發現 每個醫生講的又不一樣 我到最後第三個醫生講的是 他是那個 現在就是 發脫就是要去做復健 然後就變成跟你一輩子了 在疫情期間才開始的 很多事情 你都會自己想 對 自己想 自己丟 然後就開始很多症狀都會出現 我在想說 其實說真的 有時候很多東西 都要看心理醫生 我覺得這個應該要 我就看心理醫生了 你好 台北 很高興來這裡 這不會很膩 你不要唱我的話 這是我演的 妳看這邊看到了什麼 終於我 第一個大樓的角色 正對我 讓我很不開心 不開心 他家裡的那個喇叭 玩那個飛機的 砲 他哥最怕的 我打死耶 他... 他有憤怒體在裡面 我一直認了你不再愛了 媽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